所以首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专利的权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经济学上一直讲这样的概念 专利的价值是基本上如果从技术上来看 你可以从技术面市场面来看 当然技术面到市场面 其实中间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为什么技术面一直轮到市场面的时候 市场面有很多因素去干扰技术的正当实现 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 碍于成本我不能够真的去把它探究出来 因为那个东西才太耗成本太耗时间 所以我们从这个系列来看 专利权价值其实就是专利发明 跟市场上最佳次要替代技术的贡献价值的差异 这是专利权的价值所呈现出来的 当然这句话讲得也非常简单 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我们专利复合的现象 不是没有考虑 它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指引这个现象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专利权价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专利权的侵权 它在五体财产上面的看法 你就会看它其实是一种价值的盗用跟挪移 你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应该归属在 权利人实施在它的产品上 现在透过实施的状态被不法剥夺挪移 所以原则上任何的专利侵权 应该会呈现一个专利权价值减损的现象 但是这个价值减损现象 到底有什么东西来把它具体化 这是我们五体财产非常大的问题 五体财产本身不像油体财产 它的市场不是那么清楚 而且它的使用的可能性 也比如说一个专利跟一个土地的使用可能性 其实是差别非常大 专利的使用可能性可能用在直接实施 也可能用在改良创新 甚至在进一步做技术改良 各种样子 那土地各位都知道 土地除了它的地幕跟它的用途以外 当然国家对于耕地对于一些农地要求比较多 所以这个减损的回复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所以我们97条不管设定什么题目 设定怎么样的模式来计算这个减损 当然在计算减损必须考虑物理产权 考虑的一些什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算到最精确 不可能算到最精确 我们必须做trade off 因为在很多事情你必须拿一些明确的去换一些成本 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办法算得那么准 但是可以去跟各位强调的是 每次侵权一定有专利权价值之减损 这个减损绝对存在 那从我们的进步性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进步性本来就是可以正当化专利权价值的概念 所以你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做平衡概念 拉过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种减损 只是减损难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算 所以减损在专利复合底下的时候 会更加的更加的严重 因为你没办法确认当多种专利被侵害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看出来真正你自己价值的减损 再加上现在更难的是消费者对我们的最终消费产品 几乎没有明确的消费需求意向 有时各位的手机你说哪个是最主要的 吸引消费者有时候看不出来 你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用Apple最好的感测装置 面部辨识装置 但是忽略说我可不可以不要电池 电池或许在整个运作里面算重要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跟这么炫的技术在吸引 在拉到到消费者的心理 但是没有一个消费者不会认为说电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很难判定说 到底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判定 这个贡献真的很难 其实贡献百分之百真的不容易 在越精细的科技产品越不容易 因为没有人敢讲说消费者需求就代表 就可以去推推到专利价值存在与否 没有人可以这样讲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